政劃教授 嗨 我是陳妮 陳妮不是我的本名 但就是最終人知道我的名字 我來自世新大學新聞學期三年級 我發現很累 我也有一些甘特別的經濟 然後另外一位請我來分享 這個叫做大學成立初課 W.'" before college Camp 它是一個我們今年大概7月左右 Go to ULINE 9月的時候實行的計劃 然後對我這次的Proposal會問一些問題 所以我帶了一點點小禮物給大家 就是我每一年都有畫聖誕卡片的傳統 然後每一年我都會去印刷牆印記卡片出來 所以我就帶了一張卡片 想說如果等一下大家願意跟我交一個工作回答 如果有問題的話就舉個手 我會請亮亮給你他要這樣喜歡的卡片 那這是在我們前面修課的我們的Logo 然後它是行墨爾設計 墨爾設計工作設備的人叫吳哲宇是做Designer 然後它上面其實是兩個人在穩穩定 一個看起來像是學生 一個看起來像是已經出了社會的人 中間它有一個問號和警察號機 不想傳達的一個觀念是 很多時候我們從高中到大學的這個過程裡面 會有很多學習上面的落差 比方說你在高中其實很多學習的東西到大學 我們一定不會不瞭解 所以為了彌彌這一段落差 就像姊姊上面寫的 很多人覺得寫大學的報告的時候 啊我會雷到我的同學 會說這個同學好雷喔 他為什麼什麼都不會做啊 為了防止這些狀況再出現 保護大家的正常大學社交時間 所以Refore College Camp就單純了 旁邊真的是設計者 你看是不是覺得色駕 他就不斷 所以這次在做這個 發展的一個 像是這樣的一般 那一個很難的 那一般 呢 那一般 那一般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還有誰知道自己是什麼 自己要想做什麼的嗎 好 等我一下 我目標不大點 我曾經是所有的信心理系跟現在的數位音樂 我希望成為人性的探索者去探索這些東西 你想要去學習到一個探索的能力 所以很多人能來自不同的時機 跟他們有不一樣的目標 這時候我就想問你 完成這些目標 你知道你需要什麼特質嗎 比方說如果想從一個探索者 你覺得你需要什麼特質 冒險的能力 還有更具體一點是機能的東西 清晰的溝通能力 清晰的溝通能力 還有哪 組織架構 組織架構 好 那想要做編輯採訪的 你覺得你會需要什麼能力呢 你會需要報導寫作的能力 你會知道雲端軟體怎麼用 你可能需要知道一些 比如說設計啊 三觀之音 可能要有拍照 要攝影 要做一些簡單的事情 所以隨著 大家會有各式不同的需求 你會有各式不同的能力上面的要求 這時候我就會想問 那會不會具備這些能力了嗎 很多時候 我們聽過 我們在這些能力的培養過程之中 大家都自學 因為高中其實不太會教你 高科學科文主 大學也不太會教你 俗話說好 就是前年在考培工程師 讓他有特別好笑笑話 他說世界上最信任對方的兩種人 是高中老師跟大學教授 因為你們會說 這個大學教授都會教你 另外就是高中老師 我教路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高中跟大學生 中間這個落差 什麼都沒有學到 現在這時候就會問大家 你聽過大學前進修課嗎 你又來安利一下 這是你的高中 寫題寫作業 可能說唸書會輸考的好學長 快要開心 耶 這是你的大學 開始找實習 你要學會打工 你要做獨立的企劃報告 你要整合討論點子 那你們是怎麼做試定的呢 這兩件事情怎麼都不一樣 它反而通常是 從一個input 就是我講說 那邊念書 就像無機物一樣 一個 什麼都不用做 反而就是把知識不同的吸進來 另外一個是 你要開始跟人家講 有可能會講到 我只能面對興奮 然後這時候我會說 欸同學 你今天要做個報告 這個你想做什麼 或者是今天我突然要 啊 我就說要做簡報 可是我從沒有做過簡報耶 這時候怎麼辦 你就會遇到各式各樣不同的問題 所以我就調查發現 這些技能 其實是大學裡面 最最可以需要的技能 比方說你一定要會團隊合作 一定要做時間分配 不然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決定什麼時候 做報告什麼時候看劇呢 這個時候 你可能要學會 給報告的信號說 你要怎麼寫 你要怎麼修作什麼制度 你知道要怎麼查 大部分人都會非為幾百個 但你現在不夠學術什麼 所以有太多太多的東西 是你高中老師從來都被我跟妳講過 但是你的大學 老師就認為你必須要會 中間這個 完全沒有人認知到的 認知失誤 就被我們調查出 有百分之五三點七個人感覺得到不舒適 就是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說 你要跨出你的舒適圈 你要勇敢地面對你的恐慌 你要去學習 但太多人給的是心靈吉他 因為他告訴你踏入舒適圈 沒有告訴你怎麼踏出來啊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選擇的不是給方向 而是給技能 很多時候不是跟你說 哪一天要去哪一根釣竿 開始學釣魚 而是我真的要給你一隻釣竿 才要開始交替釣魚 這就是大學才必須有 最想要做的事情 高三生大一的學生 其實最想做的事情 默默而又想先 預習大學的生活 想要認識新朋友 更想要學習 剛剛講的那些逼對技能 這也就是大部分 學校前都會有什麼 漫漲體驗的飲食 體驗的飲食 叉叉換掉的 最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樣融合這些事情 有一群國的朋友 討論了很久 決定這些學校 不教的給不到體驗 那如果你就自己來教 所以融合和前面的想法 大學前必須會更加快慢生 這真的就是一錯陽差 我們的sloven 西地外 高中是從無能到無所不能 無能聽起來不好聽對不對 但我們想要強調概念 就是很多東西 你誤會到你會的過程中 中間那個你自學的時候 痛苦的磨合集 或是找不到資訊 找不到方向 沒有辦法快速進入資訊 也就是你要花大量的時間 在做消費和吸收的時候 我們幫你簡化 變成一段 你想要去聆聽 你就可以點到那麼好的過程 這就是我們的slogan 我們希望上門可以贏對 從無能到無所不能 那這個時候 大概快速給大家拍到 我們拍到超自多的課 三天兩夜 是幾乎 那個時候 你對學生都沒有熟悉時間 我們從基本程式運用 比如說你可能不會用slack 你可能不用quip的公平軟體 你可能其實不知道google的calendar 和google的軟體有這麼多功能 然後你可能不會用Evernote 我們就把它濃縮成你的技能 告訴你哪些 所以你可能會好幾乎 你就最常用到 你可能不會剪影片 譬如就教你不剪影片 你可能不會排版設計 那你又想學怎麼辦 那我們就請已經在線上 會排版設計的人來教你怎麼做 甚至是你可能會想要學收集資料 你要學怎麼跟他討論 你要學簡報怎麼設計 你要學故事怎麼調達 這些課程我們調查 大家最需要的 我們都把它拆的進去 所以到這個地方 我們因為提供了非常豐富的內容課程 在沒有保護費的情況之下 其實大學的迷雄課 之所以前面跟大家說是 曾經搓洋叉 是因為我們當初壓根 沒有想要辦成活動 那時候只是聊了天之後 就覺得哎呀 那我們就試試看 我們可以做做看好了 我們在7月12號的時候 我就做了第一包的懶人包 就把懶人包留上去 然後說應該不會發生什麼事情吧 說不定一個小時之內 就開始臉書有點騷動 然後兩個小時都覺得 臉書好像不太對勁 三小時都覺得 為什麼我的通知跳不停 就發現哎 怎麼大家一直在轉這個懶人包 然後各式各樣的問題 就湧入了這個粉絲專頁 我們在24小時之內 刷破了1000讚 然後48小時之內 刷破了2000讚 然後就發現 很多人在上面開始洽詢 就是 這是怎麼回事 因為我猜到這個贏隊 我什麼無常學什麼什麼什麼 今天今年我真的沒有過 這個過沖我也經歷過 所以我也很想要學等等等之類的 發現我們很明確地找到市場的甜蜜點 也就是俗稱使用者痛點 就是大部分人會覺得 哦我真的心有欺欺 也我要嘗試的這個部分 找到這個甜蜜點之後呢 我就做了一些很特別的行銷 比方說我們在這邊做 如果你想要每按一個讚 就24小時之內 你拉你的朋友 按分子三頁一個讚 我們就讓整體貨物費減少一塊錢 我們那天總共減少了723塊 也就是我們在24小時之內 又刷了723個讚 我們就通過 因為這畢竟不是業主有層次專頁 而是我們自己可以玩的層次專頁 所以我們就很大程度上面 讓每個我們團隊裡面有去開暴動 你想做什麼 你只要說得出來 我們就都試試看 再來這邊讓大家看一下 上完那學生畢修課之後 不能只有我講 看看大家是怎麼說的 這就是我們那時候的會場戰術 有時候大概60個學生 然後找了各式各樣的團門人進來 你能夠想像到 同溫層裡面 三位比較有一些能力跟影響力的人 我們通通都找來 想吃得住一下 然後說像為了找剪片的人 我就想要關鍵評論網 專門去複合影音檢視影片的 我朋友 我們在家裡就這樣 這是今天有來過日 這是真的有來過日 你到有交流的時候 就是都很有興趣 然後我們等一下在三天 兩頁裡面 生出一個Proposal 是真的配合企業主題案 這種Proposal 我覺得可以充滿了很多 各式各樣有各種想法 來自各種不同領域的人 我也對這個火動設計 影響很可 他講的很多點都是 我真的是一個很低的一種 是要說靠你 然後是這個 你媽媽自己約的展覽 然後少年台中的展覽 我以為我就是 假學校創展人 叫做 這邊不是牙齒 然後再來 大家說是想牙齊 來做分享 欸真的 後面定義 好 他給的 剛才已經非常簡單 然後也是 可是卻受了無窮的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好像 我們要做的 好 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就先看到這個地方 大致讓大家知道 就是我們 我們在做什麼 就是上課 討論 做這些領隊的活動 那 其實大陸全英雄 合作一開始 我們希望自己 可以成為一個 新手禮包 我們相信 每個離開高中的人 他都像 開始打遊戲的時候 有初心者 你要去閃爺臉 可能勇氣多少 智力多少 密集多少 你閃爺臉 可能不見得你 這時候你可能就會從下來 有時候你會成為太明戰士 但太多人 沒有辦法成為台幣戰士了 現實中我終於有台幣戰士 比方說我親家教 比方說我上補習班 比方說我各式量的資源 讓我使用 但我們必須承認太多人 其實不是有本錢 做現實中台幣戰士的那個人 包括我自己都不是 我自己打工 付掉我的學費 生活費 我出過比賽的所有費用 所以我非常知道 當你不能當台幣戰士 就是你都沒有辦法 跨過那個資訊門檻落差的時候 你看著別人在往前 或是你看著別人 或是你看著別人 獲得很多成功和體驗的時候 那個失落感到底有多重 很多人都會跟你說 其實沒有 沒有一張努力 就一定會有成果 但我相信 光是叫你努力 是沒有用的 除了叫你努力 我要告訴你 你要怎麼努力 或是我至少要教你這些 你會的技能 你才知道你的努力的價值在哪裡 當我們做事情 看不到價值的時候 你會覺得 現在心做才沒有意義 所以說大學必修課 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當我們每個人 都成為別人的心手禮貌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 免對一個 不知識權 開始自學 或是學習 那種事情的時候 更有意義 不要當只有在做 心靈自堂的分享者 你要實際 教他 怎麼去內鍋他 所以在這個地方 簡單快速跟大家想 看看大學型必修課 怎麼差聲的 因為我們只有 三天的時間規劃 因為我剛剛講過 它就是一場 音錯養下出來的美衣以外 所以我們並沒有 瓷器的規劃過這個營隊 我們就只好 把所有內容都寫下來 然後我們把所有 你覺得 一般營隊裡面 會討厭 或不該有俗風擦掉 精實了整個營隊的過程 我們就跟裝燈山 熬煙去裝這個營隊 什麼東西是必需品 我才放進來 什麼東西不是必需品 那我只好相信 就是場外的摩擦 會把它創造出來 所以到時候的部分 這個營隊基本出現 產生任了一個 四天三夜的小營隊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開始 雙高級的人脈的溫泉 每一件事情 都是從我開口 開始做出來 剛剛說我從來都不認識 就是台大日月節總是 好像好容易 然後 為了這個營隊 我要找一個 他很會做藝術策展的人 我就直接迷人他臉書 他說 欸那個意思 你願意給你來一下 然後透過我朋友 幫我旁交自己 他最後就真的來 我們就變好朋友 有很多很多 這樣子的意外 對那一個可能性 都是透過這樣的弱連結 因為開口跟願意嘗試而發生 所以就是第二件 大學前畢修課出現的禮物 第三件就是內容大過一切 就是在這個時代 不要相信任何人跟你說 有什麼東西是可以一步等 就是不要覺得有任何的 可能是你可以去做 偷食物的狀態 每這件都是他大學前畢修課 之所以可以這麼快速的衝到 其實我們現在本質專頁 創了大概兩個月左右 已經超過五萬讚了 那之所以跨超過一萬讚 之所以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能夠把所有的內容 好不保留的放出來 給所有我們想要看到的觀眾 或者是你要說使用者也好 你要說我們的朋友也好 你要說學生也好 所有東西都來自於 你真的想要跟大家分享 當你有心要做這件事情 想要分享的時候 那人流就會湧向你 最後就是 就是我之前看到一個 我還蠻喜歡的一句 它是一個蘇格蘭探險家的 William的一句格言 它是說 當你開始去做人影大膽 才華、力量、魔法都會湧現 所以剛剛其實在聽分享的時候 聽到有各式各樣的人 有很多很酷的idea 然後或可能想要創業啊 可能想要去找實習 或是有各式各樣 未來想要做轉學啊、收學啊 這些我覺得 你都可以去嘗試 因為沒有什麼 你在年輕的時候 嘗試更有價值 也沒有什麼是 你可以在做的時候去害怕的 因為當你不想去決心 要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時候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你只會更得到新的東西 所以這件事情真的不用擔心 最後再按例一下 這次大學生的必修課 會有大學出現的狀態 我們會有單堂的學校配合 就是以下比機會 課程隨機配合 你只要來密我們 我們就有可能會到你的學校裡面 然後隨機幫你們上一堂大學生 必修課裡面的課程 然後我們也會出現新量級的必修課 就是我們會沒收大家的電子產品 然後讓你們用上這種規劃的模式 做出你們的簡報和企劃書 再來我們會有電量級的必修課 就是我們會還給你們所有的電子產品 讓你用創意或者是電池類表達方式 比如說電腦、簡報、動畫 或是任何當中創造的作品 最後我們會說是專班學修課 就是當你發現 因為大學前的必修課 你開始喜歡我的等級 然後說我開始決定 我要設計 我開始要學運 我要做團隊領導 我們會去看來專班 讓大家可以跨速進入這個門檻 最後 請大家關注大學生必修課的粉絲專頁 讓我們看到更多的必修課題號來臨 這邊是你們的 最後這兩顆小問卷 那如果你之後 對於大學生必修課 用興趣可以掃這個QR課 然後進去之後 就看到我們的問卷 掃這個QR課 本絲專頁 最後再一句話就是 如果你想要大學生必修課 出現在你的校園裡面 做群迴場 不管是什麼樣子的分享的話 掃這個QR課裡面 可以填到我們的姿勢 那掃碼之後 請完問卷 就可以來找我們小禮物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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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因為今天時間有點小改 那我們先 今天另外一位獎金者是我的朋友 然後我之前就一直覺得 他自己是個神人